花蓮县环保局配合环保署推动环保夜市相关政策 针对评鉴源头减量 资源回收、改善油烟、污水处理、干净公测 以及低碳运输等多项指标进行辅导东大门夜市 并入围参与环保署2022环保夜市票选活动 全台16县市参与花蓮东大门夜市荣获特优籍 展现了国际级的观光夜市服务品质 东大门夜市以国际观光夜市而无名 各项环保以及环境清洁行动更是积极落实 本年度累积有202家摊商取得环保标章 提供餐具租借服务并设置两处餐具的清洗区 每年约可减少免洗餐具约50万个 辅导133家业者设置抽油烟机防制设备 以及206家业者设置油水分离设施 并维护酒座特优籍的公厕 那其实我们很荣幸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 全线的这个环保夜市的参赛资格 我们有进入这个出赛的资格 那有获得这个环保夜市的这个比赛资格 那第二阶段的部分呢 也是就是进行民众票选跟秘密客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比赛期间是在9月到11月期间 其实我们都还蛮紧张的 那都在大家也是非常谢谢就是先政府这边 还有我们环保局大家的努力 还有谢谢我们这个东大门夜市各主委 跟各摊商的努力 其实我们都有维持良好的这个环保夜市的一些指标 譬如说要做好资源回收 还有公厕不脏不臭不湿方面这样 然后还有这个空气方面的防治 以及油水分离方面 我想这个东大门夜市其实都做的 大家都有口皆非都看得出来 那我们其实非常荣幸呢 在这个获得评选资格之后 其实进入这个最后评选阶段只有16家 那得奖的名次呢只有前十家 前十名分别是在良好的环保夜市有四名 那优等的夜市有三名 特优的部分有三名 其实也就是说得到特优这个奖 基本上就是前三名 全国的这个环保夜市已经排名是前三名 那我们非常荣幸呢 花莲的东大门夜市呢 在获得我们特优的这个奖项 花莲县环保局表示 在各摊商以及花莲县政府 夜市管理委员会的同心协力之下 才能够夺得本次的特优评鉴夹击 为响应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中的12项 责任消费与生产 透过减量以减少废弃物的生产 也期望此次得到特优奖后 能够与摊商全民共同攜手 提高环保爱地球 永续经营的环保理念 记者林杰花莲县市采访报道